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给大家挑战植物大战僵尸3 这个呢是僵尸塔的第三关啊 我们貌似会遇到一个老爷爷僵尸和一个气球僵尸 好的 首先我们来准备我们的植物 阳光呢 还是会自动收集啊 首先出现的是第一只僵尸 这是一个普通僵尸啊 我们放置一个豌豆射手 这边呢 我们放置一个拳击白菜 这边出现了这个气球僵尸啊 气球僵尸 它的这个弱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竹子火箭筒啊 大家注意看啊 火箭筒可以发射这个炮弹来攻击在空中的植物 哎呀 你倒是给我快点打啊 看啊 哎呀 咋还不打啊 放错行了吗 不能啊 这怎么搞的 气球僵尸为什么打不了他呀 我才 他就这样直接就把咱们家给突破了 将是把我们的脑子给吃了啊 然后 我们可以点一下他 他说我不能相信 我们竟然被他给 给虐了啊 然后他让我们去这个商店里面 走 咱们去这个商店里看看 哦 我们可能要买一个植物来对付他 哎 在这儿呢 在这个植物大人僵尸3里面 卷心菜 投手是可以用来对抗这个空中的植物的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他 呀 好像是可以升级他 还可以给卷心菜升级 我先让他使用啊 然后呢 再给他做一个升级 升级需要40个金币啊 好吧 升一下 升级之后 他的生命值变成390 然后他的攻击实力变成39 攻击速度是3秒钟 好的 接下来我们是得再继续来挑战一下啊 这个第三层 僵尸塔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飞行僵尸的特征啊 他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个anti-air 就是抗飞行的植物来对抗他 好吧 这次我们应该是保准的很了啊 再来挑战一下 他还会故意耍我们 是不是 我还以为那个竹子火电筒可以对付他呢 好 让我们开始放置 还是老样子啊 我们先不要着急 首先啊 出现了这个美女僵尸 我们来一个竹子火电筒来对付他 一炮就轰死他了啊 好 接下来开始出现这个气球僵尸 我们在第三行放置一个卷心菜投手 让大家看一下卷心菜投手 对他的攻击啊 两下 三下 三下呢 会先把他的这个气球给他打掉啊 在这放一个坚果 然后呢 再来两下 他的就会死了 这个气球僵尸啊 所以还是比较容易的 又出现了一个气球僵尸 在第五行 好 这边呢 又出现了一个美女僵尸 我们放一个这个坚果啊 这儿来个竹子火电筒 这边呢 又出现了一个气球僵尸啊 我们要是每一行都出现一个气球僵尸 那可不得了啊 我们两个来搭配一下 一个竹子火箭筒 加上一个卷心菜投手 我赛气球僵尸 一 二 快点下来啊 三 掉下来 打 他不会把我们这个给吃了吧 光 哇塞 险胜啊 哼 这一集太险了 我感觉这个竹子达染江三的难度 有升级啊 第三层的第一阶段 我们顺利完成 接下来呢 我们来 种植一下我们其他的这个植物啊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taco卷 可以使用了 在这个地方再来一个全鸡白菜 然后我们开始第三楼的第二阶段 首先啊 又是出现了一个美女僵尸 我们来啊 见缝插针的赶紧来补一些其他的植物 其中最为重要的 但是恢复的比较慢的就是这个坚果墙啊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豌豆射手 我们也要设法的多放一些 还有就是需要六个阳光的这个全鸡白菜 这边我们再加一个卷线的投手 这样每一行我们都不怕有气球僵尸出现了 这边啊 还差一个坚果 嘿 出现了气球僵尸 加一下素啊 他有这个二倍速可以用 又出现了气球僵尸 气球僵尸看起来真是很魔性啊 他说啊 接下来会有一大波的僵尸来袭 所以我们在这里稍微的补一下其他的植物啊 好 搞定 我们的三楼顺利完成 奖励了我们五十个金币啊 以及十个星星 都有一个数字 他们都会比较调整个星星 我们的星星